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谭松韵真不敢相信她30多岁了,好像高中生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大多数人都会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年轻,所以简龄穿搭是十分受欢迎的。 但现实很骨感,很多人都无法穿出简龄效果,最后只能无奈地穿上自认为还过得去的服装。 其实打造简龄穿搭不难,关键要看大家有没有用对方法。 谭松韵的搭配唯利,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打造简龄穿搭的小巧思。 谭松韵这身穿搭是比较简单的,红色的外套和蓝色牛仔裤组合之后,既可以穿出热情的感觉,又可以利用牛仔裤提升活力感。 虽然服装设计不算华丽,但却穿出了时尚又简龄的效果。 他这身穿搭的配色细节处理得很好,而且服装面料也选对了。 找到适合自己的服装之后,他还在穿搭中加入了鸭舌帽、小皮包等配饰点缀,在保持简洁的同时避免穿搭出现违和感。 很多人都不敢使用颜色鲜艳的服饰打造穿搭,主要是担心这种颜色的服装上身后容易显黑,甚至有可能会暴露自身缺点。 但其实这类并非一无是处,它也有不少的优点。 例如用来提升穿搭吸睛效果,又或者是强调穿搭风格。 合理使用颜色鲜艳的服饰,可以让穿搭的吸睛效果变得更好,更容易突出身材优势。 看谈松韵的搭配就知道,它这身穿搭用颜色鲜艳的外套打造穿搭,但却不会让穿搭出现刺眼的感觉。 主要是因为它在搭配过程中加入其他颜色中和了,所以整体穿搭看上去会显得格外协调。 普通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搭配,适当加入中性色服饰和深色系服饰点缀即可。 如果大家担心自己没法驾驭颜色鲜艳的服饰,可以换一种搭配思路。 在搭配的过程中控制好色彩范围,只用小部分颜色鲜艳的服饰进行搭配。 这样做即可以利用颜色鲜艳的的服饰提升气质,又不会让鲜艳配色的缺点影响到整体穿搭,可谓一举两得。 减零穿搭需要适当提升活力感,有了活力感的加持后,整体穿搭看上去会显得更加高级,而且还能将少女感呈现出来。 虽然每个人适合的减零穿搭不一样,但都可以通过提升活力感的方式,让减零效果变得更好。 服装配色与设计、面料等细节都可以用来提升活力感,除此之外,适当加入有活力的配饰也是可以的。 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打造活力十足的穿搭,可以学习一下松韵的搭配思路,用它的思路进行搭配。 用牛仔面料的服饰打造穿搭,再使用颜色鲜艳的服饰点缀。 这样搭配既可以提升活力感,又可以避免穿搭显土气,可谓一举两得。 除此之外,还可以适当加入配饰点缀,利用配饰将活力感引出来。 不过在搭配过程中要注意配饰的款式和设计,并不是随意使用配饰点缀就能提升活力感的,每一种配饰都有着不同的作用,要根据穿搭风格来挑选才行。 使用合适的配饰进行点缀,控制好配饰数量,穿出一简一帆的效果会更好。 很多人看到谭松韵的搭配都会感到心动,毕竟她这种搭配是比较日常的,而且减铃效果很好。 从外表上看,完全没有30岁的感觉,反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少女一样。 其实普通人也能打消这种减铃穿搭,如果大家想穿出相似的减铃效果,可以学习一下谭松韵的搭配思路。 学会使用配饰和颜色鲜艳都服饰点缀,就能穿出减铃又高级的效果了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